当现实世界的武装部队 来到异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今天阿妙为大家带来番剧 奇幻自卫队 男主名叫伊丹耀斯 是陆军自卫队的二等路位 但他本质上是个宅男 最喜欢二次元的妹子 今天他难得休息 一大早便起来去动漫展会 购买最新出版的同人志 与此同时 银座街道上 凭空出现一扇巨大的门 正当群众以为在拍电影时 一头飞龙从里面窜出 紧接着是各种奇怪的生物 以及身着盔甲的士兵 随着战斗的号角吹响 这支异世界部队发动了进攻 街道上的无辜群众残葬屠杀 瞬间乱成一团 真仙恐后的逃跑 远在大楼中的男主看到这一幕 立刻掉头来街上查看情况 仅为使握枪支鸡肉龙骑兵 却没想到对方落地后 近日向他攻来 前进一发吃气 男主闪射而出 前进鸡肉龙骑兵动作的同时 捡起匕首利落膜后 之后男主配合巡查警察 将手无寸体的群众转移到黄军避难 此时 异世界大军已经抵达门口 用不了多久就会破门而入 在这道政府高层的来电后 警方打开黄军大门 指引群众进去避难 也就在这时 陆军自卫队赶到武装直升机 打开前方机枪 直接对飞龙进行火力压制 地面上肆虑的大军 也被机关枪打成了筛子 就此异世界大军被权数截免 而男主也因为疏散群众及时 被遇作英雄 身险成二等陆尾 事后 政府针对这次袭击事件 展开讨论并拟定了对应方案 首先 即使破坏掉门 也无法解决事件 而且谁也不知道门被毁掉后 会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 于是政府决定把门的另一边 划定为日本国内的特殊区域 不日便将派遣金锐部队 前往门的另一边 同那边的势力进行谈判 而男主就是其中一员 转眼到了出发当日 路边摆放着各种话术 为那日去世的人们进行哀悼 台上 手下和指挥官先后演讲 鼓舞士气的同时 也希望士兵们做好战斗准备 随着指挥官应声令下 士兵们填装弹夹 立落上膛 乘坐坦克向异世界进发 谁也不知道那边会有什么 男主异世界有些忐忑不安 但听队友说异世界会有猫儿娘 很快便打起了精神 在坦克穿过隧道的瞬间 眼前出现的是异世界大军 但在现代任务器的火灵压制下 敌军尽数被灭 现代军队成功战领们所在的山丘 当前线的战报传回帝国 不由德令政府高层感到恐慌 皇帝自然也很担心 但他更担心的是帝国元气大伤 逐边附属国和王国会趁机发难 于是决定隐瞒现代部队的情况 以帝国的名义组织联盟军 让附属国和其他王国出兵 与现代部队碰撞 届时他国元气大伤 也就无法再对帝国造成威胁 很快 联盟军集结30万大军 各军首领齐军一趟 上套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唯有帝国一方的将领缺席 表示过来时遭遇了敌军 目前正在对峙 所以希望王国各军能在明早天亮时分 进攻敌军与帝国军打一波配合 各军首领不已有他 纷纷争抢先锋的位置 好迈帝国一个人情 然后到了第二天 联盟军已经出发 却仍然不见帝国军的身影 就在他们穿过警戒线时 现代部队的炮弹一面再来 瞬间整个战场消音四起 尚未领军出战的老将迪兰 在远处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是火山喷发了 直到他们来到战场上 才发现早上出战的一万大军 已经尽数被灭 无疑生还 第二天 能莫居又派出四万兵力 结果依旧是被团灭 如今死亡人数已经过半 各军早已没有当出气势 迪兰也意识到敌军的不同寻常 于是决定趁着约黑风高 头目到背后发动突袭 子狼还未靠近 照明弹突然升空 瞬间终为一切量入白昼 突袭计划落空 迪兰指挥军队向前冲锋 下一秒 詹马被铁丝往半岛 迪兰重重甩到在地 士兵联盟上前将其扶起 却被迪兰命令快点逃 但他输了终究完了一步 在枪力弹雨之下 盾牌被击穿 所有的士兵都被打成筛子 得知十二万联盟军阵亡 皇帝彻底放下心来 但为了避免敌军打入帝都 他命令手下 把岩路所有城镇和村子都烧光 除此之外 还要在井水里下毒 并把粮食和牲口转移出来 不给敌军留任何不计机会 与此同时 帝国三皇女皮纳求见 他认为敌军对帝国充满威胁 必须尽早想出应对之策 于是皇帝命令他带领骑士团 前去侦察敌军 另一边 男主也被上司任命为 第三侦察小队的队长 前去调查一世纪的情报 并与当地百姓建立友好关系 很快 男主顺利小队出发 来到最近的村子 留现代食物 与村民们打好关系 拿着他们给的地图继续出发 准备前往最近的森林一探 但如今已经是傍晚 最好先扎扎休整 明早再出发 没想到刚来到河边 就看到森林被大火吞噬 看样子是遭遇了龙袭击 男主立刻指挥小队前往营救 但终究失去完了一步 整个村子已经变成废墟 幸存者更是不见踪影 就在这时 男主意外在井底 发现一个幸存的精灵妹子 经过抢救 妹子成功脱离危险 但把人安置在哪里是个大问题 男主想了想 决定先回村子 问他们那边能否收留 再到村长一提脸色大变 因为火龙会记住 精灵和人的气味 既然他出现在附近 说明村子也不安全了 就这样 村民们收拾行李 准备放弃村子离开这里 男主的人无法放任不管 只能冲到护卫 沿读保护他们 另一边 烟火盗子得到消息 准备半路紧杀村民 就在这时 一个哥特罗莉出现 他叫做罗莉 是黑暗之神的使徒 也是神殿的神官 眼看到就要跑 他上来就是一个猛冲 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其团面 第二天 男主等人和罗莉遇到 从孩子们口中 得知他的神官身份 男主感到很不可思议 一时机的神官都这么吵 下一秒 罗莉凑了过来 因为对武装车很感兴趣 便一屁股坐在了男主怀里 之后一时人继续前进 没想到火龙突然出现在后方 男主立刻指挥部队迎击 然而仅凭撑锋枪 根本无法对火龙造成伤害 前进一发追击 精灵没醒来 焦急指着自己的眼睛 男主恍然明白 原来火龙的弱点是眼睛 于是立刻指挥手下瞄准 趁着火龙防御的间隙 男主手下掏出火箭跑 成功击退火龙 大家长松一口气 然后村民死伤惨重 简单为死者送葬之后 幸存者决定去投奔亲戚 这也意味着 他们没办法照顾 活下来的孤儿或者老人 而男主也不忍心 把他们丢下 于是决定把人 带回军队驻地 这里可是军事要塞 又不是什么难民营 但人都已经到了 上次只好先向上面带报告 另一边 二的路为柳田 将最近谈查到的消息 以汇报给指挥官 首先夜市级的原住民 外表与正常人类物业 主要从事农民业 但政治体制方面的情报 他们还没有谈查到 恰好男主带回来一波难民 可以趁机摸气一下底细 就这样 难民安置计划通过 并安排男主 保护和观察难民 从上次办公室出来 男主突然被柳田叫走 他知道之前回城路上 小队联络系号中 但是他故意的 为了就是避免被吓打 抛弃难民的指令 但异世界对于他们而言 是做宝山 而连同两方世界的唯一入口 却出现在日本境内 为了争抢异世界的资源 日本会与半个世界的国家为敌 所以柳田希望男主 利用和难民的友好关系 尽快调查清楚 异世界的情报 第二天 等进完每个人的信息后 南州等人用挖掘机 帮他们建造房子 雷莱作为一个魔法师 从没见过这种铁车子 一时间内心充满了好奇 而且中午做的料理 用的也是他从未见过的食材 味道却1.1的好 除此之外 助地还有澡堂 对于一世纪的剧名而言 想要洗上一个热水槽很难 更何况澡堂这种东西 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雷莱因此对自卫队充满好奇 经过一番打探才知道 他们是门内边一个 叫做日本国家的军队 不过这样奢侈的生活 让他们内心充满不安 害怕将来某天会卖身给军队 就在经历美度加担心时 雷莱带来一个好消息 战场上有不少死刹一龙 男主表示自卫对不小龙龄 允许他们把铃片拿走卖前 如此一来 有了资金 他们就有了谋生来源 不用再担心被卖身的事 而男主之所以答应 其实是想趁他们出生龙龄时 打探一下意识性的贸易情报 另一边 皮娜等人在酒馆中 听说男主的人击退火龙的事迹 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 毕竟火龙可是天在一样的存在 直到皮娜看到躺在病床上 已经变成废人一样的迪兰 她想问清楚敌人的情况 可迪兰却不愿告诉 如果不是因为帝国的欺瞒 把他们当作妻子一样去消耗 王国君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面对皮娜的苦苦恳求 迪兰依旧永远不尽 表示如果真想知道 那就亲自去那边看一看 皮娜当然不可能往上去 于是决定先去伊塔利卡 而那座城池 刚好是男主的人的目的地 只是还未等他们抵达 只看到城池上空 飘散起滚滚浓烟 男主的人当即决定过去一探究竟 此时伊塔利卡正在遭受窃贼攻击 他们是王国联合军的残党 虽然没有被现代热武器尖杀 却沦为了窃贼 因为没有足够丰富的经验 皮娜所率领的民兵 伤亡格外惨重 如果就这么放弃的话 那些窃贼进城一定会少杀抢掠 所以她能做的只有硬撑着 等待骑士团三天后过来救援 躺在床上 皮娜不永恒想起曾经 她虽然是公主 却是述处不受宠 因为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在联合志同道合的贵族子女 走进了一个骑士团 七年后 皇帝任命他们为乔尉骑士团 本以为就此熬出了头 没想到皇帝只把他们当花皮 好不容易接到侦察任务 结果开具不力 就在这时 男主硬行人来到城下 皮娜怀疑是敌人 只敢透过门上小窗打量 等她看到罗里从车上坐下 顿时瞳孔地震 如果连这位被誉为死神的神势 都是他们的敌人 那肯定必败无疑 既如此 皮娜不打算反抗 当即准备把人移入城中 等男主清醒过来 皮娜领着他们来到林主府 表示伊塔利卡是最正傲的贸易城市 但主要兵力都被派出门的那边 而且没有一个人回来 以至于城中治安状况急转直下 如今连守护城镇都做不到 所以皮娜希望他们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守护住这座城镇 男主一口答应下来 随即在皮娜的安排下 来到南门守卫 看到切子派出了赤猴 男主猜测皮娜 应该是打算让他们一死人冲到诱饵 引诱敌军深入瓮虫桌边 虽然不觉得敌军会轻易上当 但指挥官是帝国公主 男主也不好说什么 正是 努力问他为什么要帮助敌人 对此男主的解释是 为了保护城里的居民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则是希望皮娜明白 在双方战力悬殊的情况下 和他们友好往来才是上策 转眼到了晚上 敌军并未如皮娜所想那般 进攻防守薄弱的南门 反而挑选了洞门进行攻击 男主的人看到那边的火光 并没有立刻赶过去救援 与此同时 洞门失守 但让敌军破满而入开始屠杀 皮娜目睹眼前这一切 内心产生多多的回忆 就算他想向南主的人求救也晚了 因为他把人当作弃子 派到了南门 另一边 王者的魂魄不间断的通过 萝莉的肉体 陷进给神明 让他有一种遏制不住的冲动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他去东门战斗 在萝莉离开之后 南主的人立刻开车跟上 并领络总部询问情况 原来昨天他就已经联络过 并要求总部派遣援军过来 考虑到任务中 时间级等情况 指挥官派遣了一队武装直升机 如今再有五分钟 便能抵达战场 很快天色大量 能力抵达东门战场 与此同时 直升机的导弹落下 爆炸的火光冲天而起 所有在城门口的敌人 都逃不过被扫盗的命运 原本一边倒的战局 也被现代热武器强势逆转 等常外的敌人清理干净 男主受到同僚的传信 十秒钟之后 会对城南进行扫盗 男主顿时鼓不得其他 联盟和队友冲过去 把萝莉和士兵妹子抱走 下一秒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城中的敌人全部倒下 目睹这一次的萍娜 目睹口袋的同时 不由得感到口慌 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 他们描刷得如同龙蝇一般 这般强大的敌人 如何打得过 萍娜非常的不甘心 因为拯救城市的人 不是他们 而是帝国局的敌人 如果对方想要占领城市 白星们不仅不会反抗 甚至还会假的欢迎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事后谈判期间 萍娜一方允许男主 等人在城中进行贸易活动 并免除所有的赋税 但他希望谈判一结束 此位队立刻撤出城镇 本以为对方不会轻易答应 没想要反而答应的很果决 只是要求他们遵守 人道主义 善待俘虏 再来等人把龙蝇 卖给当地商人大战一笔后 众人作者返回注定 就在这时 强威骑士团出现 男主的男主 一些人的去落 因为不想违反 刚签署的协约 男主主动下乘 与之商谈 没想这群妹子反应激烈 他只好命令手下先走 随即便被 强威骑士团帮走 得知此事的皮娜欺诈了 要知道这一次守住城池 完全是男主 所在部队的功劳 况且双方才刚达成和平协议 黄毛金在当天 就被违反了 倘若男主要以此事 调起事端 那么地多事多 凶多吉少 为此皮娜要求他 想办法将此事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哪怕是赌上自己的名誉 与此同时 与塔利卡城墙上 队长营救计划正式启动 凭借精灵 使守城市便欢帅 其他人则趁机悄然靠近城主府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男主还活着 凭借优秀的前行作战能力 整个小队井然有序 不顾为盈 但殊不知其微小的动静 还是被米瑞的托人组插绝了 在女婆长大人的安排下 由战斗和猫妖前去迎接 如果不是男主的部下 那么就让他们直接用来误会 虽然在两人的引导之下 小队成员可算是找到了男主 然而就在这时 做好心理准备的黄毛 摆怀教训的心情推卖而入 但当看到房间内情乐融融 看到窝藏的男主开心至极时 身为贵族之女的他再忍不下去 静止走向面带惊恐的男主 抬起手又教训了他一顿 事后 当皮纳得知此事后 看着男主脸上歇红的巴掌印 彻底的抓狂了 皮纳极力讨好众人 想留大家吃个早饭再走 可就在这时 身边士兵的一句话 彻底将皮纳的心理防线计划了 很显然 他明白只要男主一句话 力度恐怕就要从世界消失了 为此 他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直接提出要去军队驻地当面道歉 在一世间与现代首次交谈会上 就因为罗里穿的是黑色神怪服 他就料地女孩家没了父母 认为那是男主 极其手下的失职 上时间 女儿仿佛抓住了把柄 强烈的目光中 脱落着凶狠 语气中也带着一股强硬的气势 这一刻 让他仿佛要将所有人压制 然后对此 罗里却是这样的态度 某人间 女人仿佛出现了幻梯 她从未想过一世间过来的罗里 原来是会说这边语言的 罗里表示 正是有男主等人 终于才得以从火龙口中活命 才有四分之三的人被救了下来 至于眼前女子强词夺底会小听众的做法 在罗里看来还是太嫩了些 然后他的这些 小妹妹似乎深深扎脱了女人的心 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她 以不尊敬长者 再次抨击着来自一世纪的人们 这听着就很上人不爽呢 罗里当即嘴角微微上扬 似有一场腥风炫雨即将发生 然后就在这时 男主站了出来 只见他半对半就 就把罗里带下去 最后便向众人表示 别看罗里长得脚小又稚嫩 实际已经有961岁 所以这一生小妹妹一点都不过分 上时间 女人被怼得哑口无言 进步站里 并也不再难为众人了 而与此同时 会议大楼的另一端 皮娜公主也与有关人士达成共识 事后 众人在地铁和男主的人会合 只是自会议房屋正式结束后 由心怀不轨之人盯上了众人 外加这是异世界居民第一次坐地铁 所以此刻醒了他们人心惶惶 甚至连看比亚神的罗里 也不得不抱住男主寻求安全感 好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并不是太久 很快众人便抵达了目的地银座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不知从哪来的爬手 一把抢走罗里的巨帘 但很快 他便莫名其妙摔倒了 是因为安保负责人的巨田对此很势不解 可紧接着 一声惨叫略过 他完全没有料到镰刀居然这么重 就在罗里等人准备享受温泉时 突然间他却发现窗外 似有一双一眼在密切注视着他们 杀石间 男人感觉一阵心静 尽管这里居澡堂有一公里远 但那灵猎目光迸发出来的强烈含义 明摆着是在告诉他立刻消失 可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安排 他们此行任务是安装保护众人 为此很快男人便与小队集合了 然而此时距离不远处的高路旁 来自他国的不怀好意之人 正在悄然靠近此处 漆黑的夜晚 似有一场西风险雨降临 不过罗里早已预感到了一切 为此他并没有选择睡觉 而是在一旁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由于四周战事交战所产生的亡魂 此时正通过罗里的身体献给死神 这种滋味让他感到如梦如幻 回想起之前 在伊塔利卡城中 罗里摊坐在地 意识迷离的模样 男主立刻明白了怎么一回事 可这里毕竟不是一世界 现代火力的强大又不言而喻 为此男主不愿让罗里冒险出去杀敌 只是这样一来 其无处宣传的情感 却让男主倍感难堪 就在这时 手机里响起 瞬间两人清醒了过来 男主略显尴尬地笑着 可这样一来 外面的人就倒霉了 与此同时 三方势力在此汇集 他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突然间 罗里横空出事 至此大战一触即发 罗里手持死神镰刀杀向众人 刹时间 恐怖威势震舍八方 塔尔森一尊无可匹敌的战神 黑黑镰刀锁国之处 死伤无数 与此同时 各方势力并没有停止争斗 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 此刻唯有一命相搏 才能争斗一丝活下的可能 只是哪怕他们再怎么反抗 凭借压神那无可匹敌的实力 罗里依旧将所有强敌完全制服了 只会不通过夜市仪观望 发现除了罗里以外 现场竟再无生机 就连男主对此都有些难以置信 没想到他居然如此强大 很快 随着次日到来 此行现代之旅也即将受关 在男主小队的保护之下 罗里等人来到了市民广场中央 为当初异事件入圈遇难者 献上了悼念的花朵 而后边返回了熟悉一世界 但当平纳整理好此行会晤 准备上报给皇帝时 众人却再度陷入了风波之中 傍晚罗里侦不会好意的在酒馆 准备进入酒市与男主彻夜长台 可就当其唤醒了美梦即将成真时 暗黑精灵的出现打搅了一切 此刻罗里处于暴走边缘 一双美眸狠狠定着女人 仅是一个三百岁的暗黑精灵 竟敢口出狂言称自己是小孩子 难不成她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可就在这时 暗黑精灵却表示 她是为寻求绿运人帮助而来 没想到会在这碰到酒色之徒 为言其目的罗里 迎接一动 立马装出无辜少女的模样 指责救世男主巧抱自己喝酒 听到这里 暗黑精灵哪里还忍得下去 立刻抽搐锋利的长剑 想要将男主就地正法 七七还不忘安慰罗里没事的 回到酒馆之中 可就在这时 她发现罗里也不见了 对此 暗黑精灵也是一阵无语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其实此次暗黑精灵出山 确实是为寻求绿运人的帮助 因为她的故乡 如今正在遭受着 前所未有的灭底危机 数月前 火龙的意外降临 将暗黑精灵村落毁运一旦 一夜间 族取死伤无数 却尽中的他们只能躲进山洞 然而这种逃避 并不能解决问题 暗黑精灵种族灭亡 似乎成为了定局 就当长老们准备接受现实时 一则有关绿运人 击退火龙的传闻 让他们看到了最后的希望 姚作为家族幸存者中 无意智慧最为结束的年轻人 承担起了挽救族权重任 她带着家族质保 前来寻找绿运人 甚至做好了现实的准备 然而她怎么都没想过 刚来小镇就得罪那个男人 之后竟是唯一能帮助她的人 此日 姚找了许多绿运人谈判 但由于语言不通 加上姚过于心急 采取了些不当行动 结果姚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 给警务人员带到了局子里 一时间 姚大拉着耳朵委屈至极 完全不知道自己所犯何错 听到故乡遭受火龙袭击的消息 作为调解人的磊来 不仅想起了当初火龙暴虐难民的模样 她很清楚那是段惨当的回忆 为此 人家带着姚找到指挥官求助 但指挥官明确表示无法帮助姚 因为她所居住的森林 远不再出去的管辖范围内 而现在部队要越过这个界限 就无疑是在挑衅其他国家 姚感觉天都快塌了 重置的按压在胸口 使其无法喘息 直到一个士兵告诉她 信得过就去找男主 为了得到绿艺人的帮助 姚将目标盯上了同等遭遇的杜家 以家族灭亡的惨酷现实 唤起了杜家内心成风的记忆 煞时间悲伤复灭了所有幻想 强烈的应急反应使杜家昏死了过去 只要对此摇权生异常美意 指引她想得到男主的帮助 而倘若想要治好多佳的心币 唯有消灭火龙真一条办法 但事实上 她也不想如此卑鄙 可面对强如航天堡垒的火龙 不管精灵组无计可施 哪怕将一世界大陆翻个底朝天 也找不出能与之抗衡的人 毫无疑问 这个办法就笑了 因为作为小队长的男主 根本没法放任多佳不管 然而就在这人刚抵达目的底 摇权去告知组长消息时 激灵火焰队的突然出现 使得空气都变得胶着了起来 很显然 暗黑激灵一族 将男主等人看作了敌人对待 可就在这时 上古火龙凭空出现 恐怖威压圣经弥漫整个现场 刹时间 众人陷入国情恐惧之中 罗罗男主迅速做出了反击 但锦平枪 别说打飙火龙了 甚至连起皮表都无法破开 然而 就当度假即将被吞掉时 此时罗里手持连刀迅速出击 同样一旁的蕾蓝迅势待发 按紫色的魔法球 微笑而去 眼看即将命中目标 却被火龙一个闪身躲过 此刻 火龙感到无比愤怒 一口龙吸猛然暴射而去 掐入绿的龙爪脊椎随起后 将龙立重重地砸想地面 与此同时 克服恐惧的陆家 手持火箭炮 早已对准了火龙 然后火龙似乎早有预判 山都的双翼飞向了远方 在此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还好暗黑精灵一族 知晓火龙气息位置 在经过夜修整后 随着足重年轻已被加入烈龙队伍 男主开始教他们如何使用现代化装备 并把相关注意事项告诉了他们 事后众人便向火龙气息地进发 一路上大家便分两路 优势力想和罗莉在外警戒 男主等人则负责在龙克安置C4 将炸药包围成圈 其中爆破能量的同时 添加刀剑可以很好的增加杀伤力 然而这次男主切拉影线布置完成 准备带领小队离开时 火龙竟再度出现在眼前 其实勒力早就发现了火龙 但在核对讲装置没有信号 火龙那冷空无情的眸光 如刀剑般 越将在场所有神灵刺穿 见状一个爱意精灵瞬间晃网 无时时候队友就向火龙发起了进攻 结果不过没伤到火龙飞毫 还搭上了自己和队友的性命 男主装上唯一一枚穿甲弹头 这是除C4外 最有可能干掉火龙的一击 可倒飞而来的精灵 不光打了男主的计划 还将这枚弹头随意激发了出去 至此火龙愈发疯狂的起来 大肆破坏着洞穴并投入精灵 而此时想要引爆森色的男主发现 连接起爆装置的泄露居然断了 为了给男主争取阶线的时间 和黑精灵们手伸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 雷来迸发出所有魔力 使得洞穴中武器听力而为 静光如炬 在空中凝成巨星见证 只听雷来爆黑一声 煞时间 剑某璀璨万丈如稀河倾斜 无数利刃刺入火龙身躯 天地在这一刻都为之颤抖 然而雷来也因此陷入了魔力扩解 引开三人即将被火龙吞噬 都在仰天长下 进去了元素炮 向空中暴射而去 强大的波动引来云层共振 闪念在偏向的瞬间 拿毙了火龙 四周崩飞的利刃 在这一刻连同电路 刷时间随时终于引爆 强烈的威势冲天而起 至此 作恶毒端的火龙彻底倒下 然后就到男主等人 逃之初考时 却发现罗里全身是伤 此刻正躺在地上 命不走瘾了 男主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但就在这时 宵夜中突然出现了一个 自称是罗里妹妹的使徒 由于出发前 罗里与男主递下了契约 承受了男主在山洞中 所有的伤害 吉尔赛因此轻松击败了罗里 遵从主人带走罗里的命令 他特意唤醒了两头龙 准备将众人一举拿下 见状 男主抱起罗里撒腿做跑 眼看吉尔赛的任务即将完成 因为情况发生了 树莓飞弹突然凭空出现 紧接着是战斗级的猛烈扫射 与此同时 坦克发动了致命的打击 恐怖的威势 瞬间蔓延开来 吉尔赛积极抱着头颅 全身战力不已 他难以想象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竟然在瞬间击败了两只火龙 这简直是前所为人的事情 至此 坏人间的魔龙 永远像是在了人世间 可就当他认为要受到惩罚时 将军突然拿出无数颗闪耀的奖章 这是上级与吉帝国本身 对男主斩杀火龙的壮举 给予了无可辨驳的认可 与此同时 在帝都城池内 一架直升机 正挟载着火龙头颅 向皇宫击齿而去 能够将如此火海从世上铲除 皇帝队此也是十分的高兴 而当听到铜龙勇士里有雷来时 现场都响起了惊呼声 毫无疑问 雷来是属于帝国的子民 皇帝对此感到无比自豪 举起酒瓶的他 想和众人分享这份荣耀 但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叫华德兔任族长 暗中下毒 使得皇帝当场毒发倒下 起初皇子还深感伤痛 让一旦他意识到 自己即将登上王位 真正成为统治帝国之人时 刷时间 欢喜之情涌上心头 只是众将士们绝对想象不到 在其热情高尘的动员令下 刚刚蹲起的皇子已经做好了 向日本现代部队进攻的准备 他以为自己是父亲帝族的枭雄 能够带领重将士 打败现代部队 但是人上背地里却一无是处 是个实打实的九色之徒 平日里除了喜欢宠心战兔地有垒 就只会与平纳及皇帝对着干 然后狂自大的他 竟把魔爪伸向了从现代抓来的妓子 刷时间 男主感到了一丝不妙 因为女孩实在太像现代人了 索沙尔满横的一脚拆向妓子 并将她狠狠抓了起来 又命令的语气逼迫妓子求饶 可当听到说是现代语种时 男主内心仿佛被一道闪电批重 这一刻他再忍不下去了 以令人震惊的速度靠拢 男主一拳直接索沙尔灭目 将其狠狠地打飞了出去 约子逃食 智奶迅速上前查看情况 并解开了妓子手上的束缚 当听说可以回家时 妓子再也无法抑制内似的伤痛 急紧抱住智奶 痛哭起来 但是至此 索沙尔仍不知错 只见他命令护卫发起进攻 想要将所有人夜晚打尽 可男主会接受这样的结局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将子弹送上枪膛 所有队员做好了战斗准备 智奶如同红水猛兽 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 他好似在发现一样 被妓子受到废人待遇而战 连续了点射在很短的时间内 放倒了所有想攻击的敌人 此时索沙尔害怕地抱着头 然后当男主问及 是否还有其他人被困的时候 索沙尔却表示 你算什么东西 见其如此蛮狠 智奶表示不装了 戴上战术手套 直接化身近战王者 拳拳到肉的猛击之下 很快索沙尔整个人都膨胀了起来 再也没有吸人一丝的傲气了 最后只好将所有事情交代了出来 而男主也看在皇帝的面子上 放过了这个作恶独断的皇子 然后男主没有想到的是 帝独的形势会反转的这么快 在迪欧雷的背后操控之下 被中的毒酒成就了索沙尔的梦想 皇帝就此倒下 太子顺利成就地位 但是紧接着 他做了第一件事 居然是将皮纳公主抓了起来 原因是索沙尔觉得他主动去和一世界求和 就是在背叛帝国的子民 他身为新王丢不起这个脸 而他做了第二件事 便是指派刺客解决雷来 虽然雷来是唯一斩杀火龙的人类 但他流浪之名的身份 在索沙尔看来不配拥有皇的嘉奖 好在一旁有人及时护捉雷来 不然后果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这满满的挑衅之一 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紧接着 男主就收到了骑士团 请求救助平大的消息 为此 他等着众女再次攻上了皇城 这事必是场腥风血雨 另一边 索沙尔盯上了翡翠弓 凭借帝国军数量上的优势 索沙尔妄图攻破骑士团的防线 将里面的线世界人员全部斩杀 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八百特冲兵突然从天而降 他们仿佛是来自身份的大军 以雷霆之士迅速拿下城墙 在重重围组的情况下 悄无声色靠近了翡翠弓 将激发模式拨至连发状态 调制好各自的呼吸 这一刻所有特战队员 对异世界大军发动的侧防突袭 天之的敌军 会用盾牌抵挡 可是在现代化力量面前 那一切都将是徒劳罢了 但正常总是顺行万变 我方也有士兵不顺受伤 异世界大军趁机发起了猛攻 进庄小队长直接安排了一波枪挂 就看你异世界大军如何应对 答案是一点应对不了 连首领都跑了 这还怎么打 随着黄王一剑将其斩离马下 特战队员成功拿下翡翠弓 而与此同时 黄尘宫殿内 因为有平纳公主这个人质在手 端坐在位的索沙尔丝毫不慌 依旧是那股熟悉的狂王自打 但紧接着就传来正义的声音 一股魔能忽然破门 只冲云霄 随后香烟中出现萝莉的声音 这一刻索沙尔彻底怂了 他非常害怕眼睛的几人 因为他更害怕死亡 只是 成为哪还有士兵提起指挥 面对号称死神的罗里 大家根本没人敢出手一战 见状 索沙尔也不再指望他们 立刻喊来了囚禁的巨型食人魔 刷时间 恐怖气氛扑面而来 蕾莱毫不胆怯 驾驶魔法丈夫要而上 在队避食人魔大范围攻击的同时 一发精髓魔能 直接松口而去 与此同时 罗里手持千斤巨连 以一批华山之势发起了猛攻 最后在蕾莱露发奇射下 成功干掉了巨型食人魔 不过这次男主前来 目的在于顺利的带走平纳公主 为此 他并不想与索沙尔计较 可就在这时 索沙尔突然说 但回答他的却只有无几的枪声 至此 索沙尔再也不敢多言 只好让南州的人离开了城堡 并救出皇帝 顺利回到了伊塔里卡 不过经历过这一系列事情之后 皇帝再也不敢侵蚀自己的女儿了 最终在诸人的见证下 他亲自侧服平纳为下一任王 而地图内的索沙尔 再也没有了西日嚣张 可迪欧纳踏上了逃亡的旅途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现代世界中的男主高兴极了 因为他终于要完成自己的梦想 乃得那本心信念人的同仁制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罗里几人的到来 丘业园被围得水泄不通 而出于保护的目的 男主再次被带上了警车 看着窗外媳妇一闪而过 至此 男主再忍不住了 奇幻滋味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故事的背景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代热武器 零扬夜世界冷兵器 还可以秒杀天灾一般的火龙 喜欢这种爽翻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